大家好,我是阿邦 今天是这堂活用缺的GBT 自学写程式指占教学 我的自协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我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东西 这个是今天课程的投影片 右上角这个logo代表它是CC CC授权 意思就是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你应该也可以取得 右下角这个QR Code 你会连接到整个相关的文件 里面也包含这个投影片 好,我们就开始了 那这堂课呢 首先是谁该来了解这堂课 我想如果你关心自学方法的伙伴 这个是一个满心和高效的自学方法 透过自学来学着写程式 好,那如果你是自学写程式的初学者 你现在第一次写程式 好,那你就是算初学者 好,那 那因为Python 是一个很好第一个语言 也是自学的很好的一个语言 好,那你可以这个可以来参考跟仿效 好,那如果你是关心 确认GPT的使用 以及对教育的影响 好,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实力 然后来探讨跟证明 这个因为确认GPT的到来 教育变革正在发生改变 以及为何的改变 这是今天要讲的大概的内容 首先我会稍微描述一下整个的背景 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会说明一下进行的方式 那主要是 这个是一个我教自己小孩子 自己小孩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所以拿出来分享 那当然小孩子在这段 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学到了什么东西 他也会说 最重要是中间在我扮演了什么的角色 最后就做一些结论 首先是背景说明 那去年底确认GPT上线到现在 其实大家探导了非常多 那我们发现他在学习方式 因为我以前就是比较喜欢自学 我也做了一些自学的分享 所以我发现他在学习方面 他其实带来一些变革 那所以我也试着 试着用确认GPT教自己高二的小孩 然后来学一个Python的经历 今天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个经历 以及他的副馆的其他的发想 我还是先交代一下我自己好了 我是20年的IT工程师 这几年混社群 那我也开了几堂的开放课程 比方说高中生自学用Python型游戏 左下角这个连结点进去 就有所有相关的开放的内容 就是含投影片跟录影 那第二个是自学政府开放资料实战 那就是以我打总统杯的那个专案为例子 那连结也在下面 那这些课程都是开放的 都是可以拿到录影的 可以拿到投影片 跟拿到相关的资料 所以你有兴趣其实也是可以去点选 那我是觉得专业教自己的小孩 我是觉得教育是一个很神秘的技术 就是你要教自己小孩 人家说义指而教 这其实是蛮重要的 反正我想教自己的小孩 但他基本上就是不学 然后但是他前一阵子都已经到高二了 他前一阵子突然跑来跟我说 他想考APCS 可能是18 108课纲的关系 或者是考大学的关系 他突然就觉得说他想要学写程式 好 那所以我就开始教他怎么写程式 那我 因为自己的小孩子很难教 他就一次就只能教他30分钟 然后 但这一次他很主动 所以其实是很积极 好 那我是 我是已经一开始先就是 就是教了他几次30分钟之后 那我的教法主要一开始就是 呃 我们写程式其实都是会有一个叫 缺序的 我称为小超了 那我发现呢 小超是写程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入门跟一个熟悉的技巧 所以 我一开始教他 拜托 我也没有打开课本 也没有干嘛 很简单 我就是把小超拿出来 跟他讲 基本的 因为小超里面一定会记载他基本的观念跟语法 那你只要把这个基本的观念跟语法呢 呃 跟跟学习者沟通过 好 好 那他 他容易就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概念 而且不用有太繁复的文件或者是 学习的资料 好 他很快就稍微能够知道 呃 语言的还是什么东西 那很重要的是 呃 这种小超 呃 这个小超呢 他本身也会 通常也会附很多很简单的范例 那你 你 你他到来懂了之后呢 其实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你请他看着小超 然后呢 就开始写一点简单的 写的 应该是说 也不能说写程式 他实际上就是 哎 小超想了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 你去 你去 呃 你去打进去 他是不是就能弄 那藉由 验证小超讲的东西 确实能弄 他其实已经开始熟悉 打打字 写几行程式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之后我就 我就请他自己 拿一题APCS 反正一题APCS 就是 有点像是一个考题 那或者说是一个例子 那你要把一个例子 从头到尾写出来 其实就是在写一个很小的一个程式 那他之后 他后来就自己写了一题APCS 那你 呃 可以看得出这个小超的交法 跟实际的练习 其实效果很好 所以他第一题APCS 呃 就自己就写了出来 不过他那一次 就自己写了 花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好 那他就自己可以慢慢把程式写出来 好 后来呢 那我才开始碰到CHATGPT 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 哎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学的方法 那是不是 后面教小孩子的部分 就就从CHATGPT这边来教 好那这就是当初的一个背景 好 那 当我想说我要用CHATGPT陪小孩子 学Python的时候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第一个是我儿子那个时候 还不会 还不会Python 啊不是 还不会CHATGPT 好 那第二个我其实希望专注在说 嗯 CHATGPT它是个很简单 很简单使用的东西嘛 它重点就在于说 那你要问 好 那 那让他专注的去问跟学习 所以我就想 我就设定了基本的想法就是 好那你来问 我来帮你打字 我来帮你记录 所有东西都是我来帮你做 但是你就专心的问 然后专心的看他的答案 然后看你要怎么 你就一直问 好概念就这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自学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在中间呢 我就尽可能都不讲话 好 反正你问我 我就打 打完我就给你看 那我实际上也不解说 也什么事都不干 好 那我就基本上就这样子 好 这里有整个对话的记录 他有提供给大家 从头到尾的东西 那我后面会简单先 先用一下跟说明 好 那大家就会了解 好 大家再看 好 那 我就先直接展示一下说 他是怎么进行的 好了 这个这样子比较容易 可以直接的理解 好 我用了一个笔记 笔记软体 就是 然后呢 我等一下要做的 因为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然后有些打字的 我就先示范的 我就先打下来 好 好 那 那一开始呢 我就 模拟一下 我现在一开始跟 我小孩子 好 好 我用全GTT 好 那为了 简化来说 我也不用4 3 就直接用3.5 好了 好 好 那比方说 小孩子一开始提问 随便他问了一个问题 好 我就把它打进去 好 那去GTT 他 呃 就是3.5 会回答的很快 4.0 会回答的变慢 增值跟小孩子弄的时候 是4.0的 但是 这个展示的过程 这样是没啥的 好 第一个就是我 打了问题进去 然后我得到了答案 好 然后呢 我会把它 我会去开一个 就是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呢 一开 因为我已经稍微 常常 有在用缺GTT 所以这个笔记本 然后有一个范本 好 那其实这个范本也蛮好的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但今天的讲的重点 不在这里 那我的方法就是说 我问问题呢 好 这个这就是一个笔记本 那问题就是 呃 谁以这里来讲 就是 这个是小儿的提问 这个是我儿子的提问 好 然后呢 那 那A就是缺GTT的回答 M就是我们 在有问问题 有答案 你会有一些想法 可能会有一些摘要 还是什么 随便你写 所以一开始的问题呢 就是 好 这个是答案嘛 那一开始我们看到 我们的问题是 我该如果运用缺GTT 写一个程式语言 这个是随便一开始的给他的一个提问 好 那我都是方法就是这样 我就先把问题打进去 然后 他弄的答案 我就给他复制贴上 好 这里我可能会想法 就是这是出 第一个提问 提问不知道干嘛 随便写 好 好 那 这样就完成了 我儿子讲了一个问题 我把他打进去 然后把结果把它复制出来 当然在过程里面 这个小孩 我儿子就是 就是自己看一下 这个到底在写什么 我不会讲的 他就自己看 那比方说以这里来讲 他就会说 那看了一下 研究语言基础 了解语言的基本了解 他可能就觉得 那你到底到底在写什么 我不会写成是 所以通常很多东西他就看不懂 他看不懂 他就会再提问 那他就会发出第二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我我随便举个例子 他比方说他 我是一个高中生 我想是学乘制语言 他因为刚才某一种 他他又哪一种 好那你这里给他问 好我想要 那你建议我某一种好了 好 那 他就 好他回回答了 因为3.5比较快 所以这样 这样子 录起来会比较 比较顺 顺畅一点 好 第二个 我来有了第二个问题 我这次我又弄错了 那就是直接先有答案 再有问题 好 那其实 其实常常是你打字 比方说 因为3.4.0比较慢 所以通常我们会先打 先比方说这里来了 还在 还在跑的同时 我们可能就已经会 再给他下一个问题 好那你就再下一个提问 好 那比方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先打 如果用活动确实GPT教学 好 那我就再打一个问题 那等到他 确实GPT回答完的时候 哎 我再把下一个复制给他贴上 好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最最基本的流程 好反正 他来问 我来做一个记录 好 那最后大家看到 整份就是整体最后完的记录 其实就是这一份 好那就只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这里面 它是一个基本的样态 好 那这个上面呢 因为这是一个 它这个工具的一个技巧 好 他自己如果照这种方式做的时候 他就自然会把Q给他列出来 好 然后把M给他列出来 好 这个是工具的一个小技巧 好 那我们回到头影片 好 那其实情况就这样 就是说 这里的情况就是 看我是QA嘛 这是两页 就是把所有从头到尾 我儿子提的问题 好 跟那个时候写的一些注解 这就是 有点像是问题清单 他 总共也大概只有花四次 大概三十分钟左右 或者半到一个小时 所以其实他只学了四次 那这四次呢 他大概学了些什么 他学了 因为那个时候 他已经稍微会写成诗了 因为小超的教法的关系 他已经稍微会写成诗 所以呢 他就 嗯就是 他就开始 开始要了解资料结构啊 演算法啊 因为最主要 他一开始是要考APCS 所以他会开始 学习一些 资讯领域的一个基本框架 所以呢 他就会开始问了一下 什么是资料结构 什么是演算法 然后资料结构里面 就会从array list tree graph这些开始问 那演算法 就会从排序搜寻 搜寻排序 二元数 什么最短路径这种 这种 这些就是 他已经问了 光四次 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内 他就已经问了这些东西 好 那 更更 更惊人的是 这些东西 因为他都是很专心问他 问他 不会的东西 那不会的东西 再继续问 所以他其实他的学习效率 非常快 对他来讲 他觉得 这些 这些基础的东西 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 他觉得他会 这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 花了一段时间 其实是学完自己 觉得不知所云 或者是不见得就真的有学到学进去 但这不会 他因为他都是很简单的问 很简单的答 然后所以他对整个他觉得他其实是有点会 好 那他问了那么多 刚才列的是从头到尾 那我们就用缺GPT来做一下学习摘要 那你看他从头到尾大概问了将近三十几题 好 那你看 我就把 因为他刚才工具自动会把所有的问题 把它就是汇整下来 我就把整个问题的清单丢给缺GPT 这就是我的发问 这就是从头到尾的问题 问缺GPT你给我做一个学者的摘要 他就跟我说 他一开始在问APCS 后来开始问Python的资料结构 语法跟资料结构 然后后来开始问演算法 然后开始问了某一些排序演算法 图形的演算法 图形的表示法 搜寻的方法 最小生成数 他就问了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摘要的东西跟缺GPT摘要出来 其实有点接近 有点接近 好 那整个的实际历程 实际历程其实只有4次30分钟而已 4次30到60分钟 那这些就是因为我的习惯是会 会有分享文 所以比方说这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教他的时候 后来我就分享了一下 那这是有点像是第一次做什么 然后呢 当他做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次玩我也是一样的分享 你可以看到这些有些的截图跟有些东西 其实就是那时候实际发生的事情 那到了第三次第四次 我也是有做一个分享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好这个是实际的历程 成果是什么呢 成果呢 就是小孩子觉得他自己很快 一小段一小段他就觉得他会了 他觉得这个资料结构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政略是什么意思 历史是什么意思 他觉得他看了我懂了 我懂了他就问下一个 他也不需要 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由式的学习 我并没有引导他说你该学什么 那反正他就是自己问自己答 他觉得自己这个不会 他就多问一点 他觉得这个会了我就往下问 大概就类似是这样 所以第一件事情 他觉得他学的很快就懂了 然后很多东西呢 因为我们自己毕竟学过 我们会觉得我以前学这个很辛苦 就很多不太懂 但实际上他确实是 已经懂了一些粗钱的东西 所以他并不是只是时间过去 他是真的有了解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其实不是你教的 不是我教的 是他自己学会的 他藉由这个工具的帮助 他自己学会了这些东西 那这东西非常差别非常巨大 因为你教他A 他学会A 你只要不教他B 他就没有学会B 但是他今天学会A的同时 他同时学会了这个方法 所以他以后ABCDEFG 他可以自己学 对 对 他可以学了Python 想学R 学这些什么东西 其实都可以 甚至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是个学语言的 专属的东西 他学任何东西 他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 这个是他自己学的 好 第二个是 其实我同时也在告诉他说 当遇到这种工具 你的记录方法很重要 因为 其实你如果没有去把它记录下来 你会发现你学的跳来跳去 然后你学完之后 好像会 但又拿不出个什么东西 我把东西学会了 所以其实记录这个方法是很重要 但是我其实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跟他讲 这个我们在记录什么东西 因为小孩子很聪明 你看他看过一次 你根本不需要跟他讲 他自己心领神会 他自己知道这些东西 好 那这就是我觉得一个成果 我来讲一下这个方法跟原因 为什么这个东西他学起来会 感觉就是特别方便效率特别高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不懂什么问什么 因为我们学东西是很讲求动机的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我学了A 我因为我通常都是因为不懂B 我才要学B 那他就是不懂才问什么 而且呢 这里面会有 我会在过程里面给他一个框架形式 框架形式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我开始问的问题 会是 请问我如何自学 Python大概是什么 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叫框架 因为他当人家跟你解释 或缺局比例跟你解释的时候 他会把一个整个框架告诉你 比如说我学Python 你要从语法怎么样 然后看更更多的东西 会有最后做一些练习 他会给你一个框架 那这个框架对初学人而来讲是非常重要 就有点像是他是一个定海深圳 他就是说这是一个框架 然后他当然会发现 当我们跟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样 就是说他里面讲的东西 他讲的都清清楚楚 你听的都模模糊糊 好那模模糊糊没有关系 他打破砂锅问道理就是 你把你所有他讲出来 所有里面的关键字 你不懂的东西从头到尾再问一遍就好 好那那问完之后 他其实还会问完的结果 你还是不懂 没关系就再问再问再问 但是他是一个有点像是树桩 Top down的架构 就是从上层开始展开 针对你有兴趣的部分 然后再继续展开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这种 那你不管你学的是30分钟 还是几次30分钟 你的框架是慢慢一直在建立的 这一块建好了 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对人的学习来讲 他就是一个有系统性的学习 好那这个跟我们平常 在教育约现场里面 一本书给你 他其实不太有限 虽然书里面他是 他是树状结构告诉你 我每一个章节长这样 内容内容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但大部分的人学习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被迫式的学习 被动式的学习 你从头到尾告诉我 但是因为老师在讲的时候 他很难框架式的讲法 他就是比方说 我既然后面会讲到 那我现在就 就神的讲 就少讲 或者就这样就会重复 他通常就是 他一开始就很容易 进到细节就跟你讲 然后学习者就会 就会面临一个 不知道为何而战 我为什么一开始 就要知道这些细节 我连一个框架都不知道 那我就知道细节 那这就是靠这种自学式的方法 跟传统的方法 他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实际上是 系统有结构的方法 好 那这记录本身就是学习成果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 因为他一次30分钟 再下一次30分钟 其实过了一两天之后 再来 有的时候连上一次在干嘛都忘 因为他学的太快 所以其实 学来的成果 其实技术的东西也太薄弱 所以呢 你本身记录就是 你每次来 你看上一次我们问到这里 好 所以我继续往下问 这个多次间的学习 就做了很好的连结 好 那第三个是 只有不懂的东西 才需要搞懂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学习的东西 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 太容易掉进细节 那细节里面又太多不懂 所以呢 你有的时候为了搞懂细节 就有点见术不见灵 那可是在这个 TrackGP的这种环节里面 你不懂的东西才需要搞懂 而且他有记录下来 所以你想懂什么 在懂什么 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效果很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专心 就是我们平常 你会想说 那我这个东西 其实我到Google上去学 也是可以啊 其实有点像又有点不像 最主要是说 你到Google一查 他就 他 一大堆给你 你就已经要开始去厘 你到底是要哪一个 我就什么都不懂了 你还叫我去厘 哪一个东西才是对我好的 其实他就一开始很容易分心 再加上你可能跳到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可能 刚好跟你讲哪个游戏好玩 那你就跳走了 那你就学习就结束了 那或者是说你 你进去他这个网页写的太丰富了 所以你为了把这个网页弄完 你就阅读了太多东西 那你的学习步骤都被打乱了 因为你其实只是需要大概知道这个东西 那却掉进了他的细节里面 那等到你回来的时候 可能两个小时都过去了 那你如何在很短的时间 把这整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学习 所以这个就是专心很重要 那这就是 我觉得他的方法跟原因主要在这里 那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一直说自学 难道一点 旁边这个教育者 难道一点事情都不用做吗 那我觉得还是有些的 他虽然问答 那毕竟是写程式 所以写程式呢 他就会 因为你可以很容易问 问那个 你可以我这里面可以看 这个就是那个产出来的PDF 大家会拿到的东西 这就是他的问题 你可以看 他在刚开始 这刚开始 前两三题是我的 前两三题是我的 我自己先练习一下这个方法可不可以 然后呢 然后我儿子就开始问了 你看他一开始问的时候 是 他想 一开始是Q4 一开始Q4 你看他一开始第一个问就是 我要准备APCS 一开始他问 我要 你是软体专家 我要怎么准备台湾的APCS 这里面应该说 他当然是说 我要怎么准备台湾的APCS 他不会写你是软体开发专家 这个就是 我们用Q4GP有一点经验之后 我们知道怎么问 那你不用先刚开始 你不用去烦小孩子 说教他怎么问 其实你就是帮他把他问对 好 然后所以他就问 然后因为他APCS 他好像搞错了 就不是 不是这个我们认为的APCS 所以就叫他写台湾的APCS 然后他一开始就叫他问课表 你给我课表 你看很像吧 小孩子一开始就是先向你排课表 然后他排的课表呢 有一些吸的 那因为他一开始我们已经确认 他是要先学Python 所以就要问他 Python的课表 好 然后呢 因为前面有过了嘛 所以所以呢 就 就是这样稍微放大一点 好 那就是 好那就是开始学资料结构 好 那就资料结构 他就会告诉你一些资料结构的一些 一些 一个重要的东西嘛 然后当然你从 你从一个初学者来看 这每一个字都跟天书一样 他都当然都看不懂 但是他看得懂 好像有一些框架跟 跟顺序 一些架构 不管他看懂 看不懂多少 好 然后他就会开始问他里面 每一个东西在干嘛 什么是Tuber 什么是List 他就是开始 开始 就是开始问 然后你会发现 这慢慢呢 这是一些粗浅的东西 开始问完了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 问 你看 你看 线性搜寻是什么 然后他实际上 就会慢慢开始问 城市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 请给我一个二元搜寻的范例 他就会拿到一个二元搜寻的范例 那这里 你这个时候你去想对一个初学者 来讲 他当然是不是很看得懂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搭配 搭配就是 简单说你必须要搭配一个写程式的环境 好 那这个写程式的环境呢 我就 就 嗯 我来 我就直接 直接 讲一个 可能后面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好 那就举这个例子好了 这最当然是比较后面 他是用二元素的方式 好 那 那他就会像这样子 你这里 这个也可以复制 这是当初写下来的东西 好 那基本上他就会 会就是 跑到 我们就是帮他开collab 好 那这这里面都会 这边的所有这些 就是刚才点进来这些 这些 范例啊 或者是参考资料 这些都有 好 那 我指的collab 就是这个东西 有兴趣大家在自己去找 就是一个google的工具 那这个从google drive 直接点出来 你就 你可以开出一个这样子的画面 那我的方法就很简单 我就把它复制贴上 好 然后就去执行 那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没有什么 呃 这个范例不好 他 他没有 没有什么执行的结果 好 那这个好了 这个是一个merge sort 的东西 好 我的方法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 拿来他 他给的范例 就复制贴上 然后到这里就直接run 好 就这样 你可以看到他run 出来结果 就是你复制贴上 他run出来的结果 就这样 所以小孩子他 我就帮他弄这样 其实刚开始也是他自己看 他自己就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在写什么东西 好 那刚开始程式简单 这些东西他看的 其实是看的 大部分还是看得懂 好 但是后来比较复杂的时候 他就会看不懂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所谓的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的部分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帮他把程式码复制到colab 然后执行 然后这件事就是需要我了 起码在我交陪他的过程里面 好 然后呢 呃 程式片都会判不懂 他可能会就会问 这个到底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那通常我的一开始的方法是 先在演算法里面 去稍微做几个print 然后来帮助他稍微了解一下 好 因为下了print 再run 他就 他就会看嘛 好 就看到结果 就是所以一开始就是print 看到结果 好 然后呢 那因为他像比较像是tree啊 或者是那个 有些时候我们就会 让他去 呃就是去把图画出来 好 那我这里把它 呃 展示一下 那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这因为他在范例里面 好 他会你看他就是一样会开始有tree了 好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就是真正去 因为币迅这些tree状的结构 你用脑袋是不太容易懂的 好就是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把它画出来 那我就会请他像在这里 你看他就是说 请把上面程式去用这个 merid 这个merid的语法 好把它弄出来 然后他就会产生这个语法 那这产生这个语法呢 我就会到这个他的这些工具里面 去把它复制贴上 然后呢就会产生这个 那这个人就很容易看得懂 好那你可以看到后面 后面他在做一些 比较像是学一些graph的东西的时候 他会有描述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我可能就知道 一样去把它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初学的这些东西 范例里面的这些tree 其实通常你都画不太出来 通常你没有足够的资料 还是什么 其实你画不太出来 但这个东西他可以当场产生call 给你去run run完呢你还可以直接跑 把它整个graph都画出来 那其实对学习来讲 你看这个就是有像的 那中间的最短路径 那这个还是刚产生出来的层次范例 是你在debug的时候 去画出来的东西 这个效率跟以前 这个完全是 不是同一件事 好那就是 需要我的部分就是collab 去帮他把它画出来 然后当然太难的时候 我就选择直接跟他解锁 那这个是需要我的部分 你看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的 排序学习的演算法 他把它复制贴上 然后去run的结果 这有几张范例我就弄了一下 这个你点进去就是我刚才说的 什么叫做去把它复制贴上 到线上面去做呈现 好那后面有点像是 开始讲一些比较像是结语 我觉得就是自学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学型态的一个变革 就是学习本身 它就一直会有一些新的工具 那一些新的工具 本来就会带来学习的改变 好那这些新的方式通常都是辅助改良 旧的方式 所以其实因为在确GP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人就会有一些排斥 或者是觉得说啊 我的以前东西有什么 又会有些排斥的状况 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说你 因为很多人会去讲 确GP这里弄不对 那里弄不好 那这里做不到 那里做不到 其实你不用管他哪里做不到 你只要管他他哪里 哪里的部分是你用的上的就好 就是他不用任何一个新的工具出来 他都不会完全取代旧工具 好那就是一个 就是善用缺GPT 好第二个是说 其实他很怪啊 就是说现在AI直接跟你讲答案 我个人认为那会带来本质上的变化 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 没人跟你讲答案 或者你讲不出答案 所以我们学了非常多的东西 为了让自己能够把答案讲出来 但是即使在Google出来的时候 虽然答案都很多在网页上 但是你也得去把它查出来 他便不会直接告诉你 但现在AI不一样 他现在会直接告诉你答案 这其实在本质上 他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应该去思索是 那我们还需要那么辛苦的去学习 然后预先取得答案 等于是我们学那么久 自己会不就是有点像是 你预先去取得答案 好那 那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你抗拒他其实也没有用 那 那确实就是 你假设你还很辛苦的 在那边慢慢学这些答案 但是别人确实一打他自己答案就有 他 他的做事比你快 有效率太多了 好那 但是其实你也 不用太担心 好像他就知道答案 你好像有方法就 怎么样 可是其实 你去学一下确实实30分钟后 你也会答案 所以 所以他对你的领先优势 其实 并不高 然后 但是其实 有些东西是很确定的 就是你学习上 你要更加去往本质性的学习 就是说 你要更容易更去了解原理 架构 跟思索他的根本 因为表面上的东西 非常容易取得 甚至是表面上的答案 都非常容易取得 好 那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第二件事情是 其实他跟你讲答案 你也听不懂 就是你讲了一大堆 他讲了 讲了你也听不懂 那这怎么办 所以本质性的学习 很重要 好 另外我还要再补充一下 如果一开始 因为我教小孩子 他 一开始 我是用小套的方式 教他Python 所以他好像不是原生 一开始就用CHAT GPT 要怎么办 好 那 我觉得 虽然他没有一开始 学Python 但是 其实我觉得 真正要把语言的 很重要的关键是 语言学了 要真的去 能够去打几个字 然后去跑起来 就是一种自己能够写程式的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你最后就是很想突破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在CHAT GPT来做 确实是比较差一点 小超的方式还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一开始 就是 我如果一开始就会CHAT GPT 然后教他可能一开始走的方法 还不是最佳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方法 运气好 就是 刚好是是比较佳的 就是 练习的部分 直接让他会写的部分是用小超 然后 然后其他是用CHAT GPT来补助 好 那但是 但是这个 要教小超这个方式 你要先会嘛 这个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 所以他不是一个 一般性的方法 然后 第二个呢 如果你从头到尾 就刚好我后来最近有 有 我女儿要来学R 我也是用Python直接 我也是用CHAT GPT 直接教他 这一次方法 我就不是教他自己提问 我就先帮他 花了30分钟 我就先帮他提问跟答案 好 所以后面也有一个小女学R的历程 你可以去看 那个历程就是 如果我从头到尾用CHAT GPT 我 我会是怎么样 他刚好就演示了一种方法 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懂的人 你要教人家东西 其实你的好方法 并不是直接慢慢教他 而是你直接在CHAT GPT 把问题跟答案做出一个 比较像是入门的资讯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直接丢给他 他就是看 像我跟我女儿这样 我弄完之后他 你跟他讲他也觉得你烦 他觉得你不要讲我自己看 因为他要看很快 所以他就直接很快就看完了 他就很快就可以进入实作 那一开始最重要还是要先问框架 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问太很多细的东西 你要一开始就尝试给他一个框架的问法 然后因为框架里面每一个东西 然后再一个一个下去问 那你可以在我的记录里面 他就我的记录里面也有去组织 你这种就是怎么循序渐进问的方法 他那时候就不在今天的课程里面讲 但是在参考资料里面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他的类似的东西 好那我就做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说 在我这一次用CHAT GPT教小孩子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老师的角色 老师教的角色几乎不见 你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教 因为所有东西他只要问CHAT GPT CHAT GPT就讲给他 那以老师的角度来讲 可能会有点失落 我觉得哇 这样我就没用了吗 可是其实不对 其实呢 教育里面就传到授业解惑 好那我们以前都是只能传到授业 解惑跟陪伴其实是非常少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没有教你后面怎么陪 你没有元素吗 但现在教不见了 其实才是好事 因为最重要的 应该是这个陪伴的 陪伴跟解惑的过程 这个才是学习者其实最需要的东西 好那以前做不到的东西 现在让你有大把的时间做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最好的事情 好那这个陪伴 我就我的现在的理解跟学习的经验 我觉得它是没办法取代的 因为学习者你不管 让他准备再好再丰富再简单再 清楚的这些学习资源 他都会希望你陪伴着他 所以我跟我儿子弄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只是 就打他才看 其实最主要是我就是晾在旁边陪他 他看什么东西 所以我有在旁边陪他 当然我可能就稍微看一下演出 不知道要干嘛 好但是我基本上 我就是坐在旁边陪他 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结论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发现 当我们在进到一个新领域的时候 其实最难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那你没有框架 你不知道怎么从哪个地方来着手 好那这件事情 在Trade GDP的辅助下 变得非常容易 所以你要切入另外一个不知的领域 不懂的东西 一个不知道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 你会发现变得非常简单 那这个东西在之前是相对是非常困难的 后面就是一个参考 那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就是一开始 右下角的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非常重要 点进去就会有所有相关的 你所需要的东西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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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